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先讲最简单的大小来去做讲解 所以呢 请把这个确定病例数 推移到大小 可以吗 请问这是最常用的地理资讯 一看我们就知道 怎么做 登革日县市感染人柱的比较 地理分析 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 确定病例数托移 直接托移到大小 请问一下 如果说我们今天换成这一种图 这一种图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用区域角色来去定义了 就是直接把它填满 有看到 所以这边一看就知道 高雄市整个面积 它是高过于台南市的 好 来 我想要给你们看的是 那个动态图 各位请想象一下 请想象一下 请问这边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颜色越深 代表那个地方 登革日的确诊 人柱越高 所以我们来去看 如何去把它用动态的方式 来去呈现 也不是很困难 首先请问你 这边的动态 简单的讲 就是说 各年的颜色的分布 对不对 各年 有听到各年 好 所以既然是各年 那就是请把发病日 放到页面 页面 来了 终于用到这个上面的页面了 我们现在暂时只能看2014到2021 因为这个筛选掉了 可以吗 那这边多了一个工具 这边右边 现在就来看这个右边这个工具 就是它控制动态 好 那请问 请问你知道哪一个是动态控制 来点一下 这边跑到了 我刚刚点到两下 好 点一下 2014 跑到2015 跑到2016 对不起这边好像被我三选 只剩下两年了 显示三选条件 那个 为了我这样上课 我先这边多选几年 好吧 好 例如说 2014到2020 到2021 好了 正面来去看一下 2021年那12例 到底发生在什么现实 好 你看一下 当你点了一下它 先把这个时间轴 拉到最左边请点它 可以吗 跑完一遍了 听得懂吗 就是点一下 那就跑一遍 它从2014 开车跑到2021 就这样子 好 再点一下 对吧 有看到吗 好 就提供给你们看到 OK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简单的说 它可以去呈现这种动态的一个呈现方式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从2014年 那个速度 我稍微为了讲解 所以我把它变慢 这边有1 这边有1 是慢 2 是标准 3 是快 可以吗 当我现在选到快 我点一下 这个播放 它就很快就跑完了 很像灯在那边闪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可以用全部 有没有看到 然后你可以这样播放 听得懂吗 这样很有压力 很有压力 可是当你今天黏很多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你就会发现这边颜色经常在改变 首先 首先 麻烦请把这个棉 删掉 从那个页面这边 搬走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个显示 改回来这张图 然后接下来呢 刚刚是做感染现式 我们现在要做感染相证 继续 这个时候是要改地理资讯 所以请把感染相证 去做地理角色的一个修改 请问要改成什么 浸线 因为刚刚我们的感染现式 它是在周圣 好请点浸线 再画一张 所以请点 请点这个 这个新增工作表 就是工作表 后面再增加一张 我们重新再画 你看 这个感染相证 快速点两下 这个有很多原点好出来 而且都跑出来是正确的位置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确定病例数 请拖曳到大小 所以呢 如果说我现在 我把它改成这个样子呈现 对不对 这种图你们应该有看过 这种图我们应该有看过 首先我把感染程式 就是发病日拖曳到页面 然后我设速度 不要设太 对 因为它这只有年嘛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年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改成 从2014年开始 2014 5 6 7 8 9 10 11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去播放一下给你们看 可以吗 这边就可以看到 那个 各年 它的一个色彩 大概分布在什么位置 好 这画出来是会比较精确一点 我们接下来 刚刚介绍了就是感染县市感染乡镇 好 以上是这个地理分析 那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 来先把这名称改一下好不好 第14页应该就是感染县市感染县市 感染县市 感染县市确诊人处分析 然后右边这一张就是感染的 相证 确诊人数分析 现在呢 可以把它上传上去 我们再做一张 这一张 这一张 核须图 所以我们来画画看 核须图 核须图就是我要讲的大数据的第三个特色 就是outlier outlier 请问一下 就是你现在看到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登革热的人数 理论上来说 2014 2017 2014 2015 还有2020 应该就是outlier 才对 所以我只能用核须图来去介绍这个 登革热感染 那怎么做这张图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在最右边 在最右边请点选这张图 叫做新增工作表 每一天 各年 就是我的轴是各年 然后每一天 每一天的登革热发生数 对不对 好 所以请问一下我的x轴是各年 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快速点两下 快速点两下 这个发病日 好 这边就2014 2015 2016 一直到2021 这是我的横轴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是不是有那个 确定病例数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在算这个确定病例数 然后接下来 显示这边 如果你就直接点选这个 显示底下的这一个图 点下去 他这边 他这边 他直接只有呈现一个 而不是很多个 他结果现在在算的是 这八年的核须图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这八年的核须图 就是一年就是一个数值 可是我希望的是 下面是什么 每一年 下面你希望是每一年 那很简单 就直接把这个发病日 再搬回去 搬到这个栏 他是不是就变成八个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 但是他这里面 他只有一个数值 代表什么 一年发生多少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动 动这一个标记 这个标记不可以一年 只有一个数值 一年要有多少个数值 就是我们用天来做计算 天 这就是每一天的登革日发生数 各年核须图的表现 我们 我们 我们把这张工作表快速点亮一下 请问一下 我这句话就是近几年 就是我就写各年 单日 确诊人数核须图 确诊人数核须图 然后把它呈现成整个解释 好 这个核须图我稍微解释一下 它是什么意思 核须图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有那个Q1Q3 平均数中位数 全部都在里面 还有最小值最大值 还有什么 还有Outlier都会呈现 它里面就是没有平均数 它只有中位数 因为我改一下 我改一下 我改成这个天 这样才对 我对不起 请把它从上面这个天 改成下面这个天才对 在这个地方 等一下照片 你可以仔细去想一下 你看 在这边很有可能 因为选选 本来我是不是选这边 所以变成就是说 我就只去看这个月的31 这件事 因为上面这个 我看的是天 这样理解我在说的意思 这是连续的数字 是从6月1号 6月2号 6月3号 每天都去看 这张图才是对的 然后 我最后要请你们来去理解的 这个核须图是说 你看2016到2021 这个它的中位数 都是非常非常的低 例如说 就是这一年 基本上中位数 可能都是在一例 那就代表说 很有效的防治 可是 就是在2015年 2014年 它其实有很大的爆发 好 前一阵子解释到这边 谢谢 谢谢